他们就发现了 他们说现代的 这一个的浪潮呢 这个现代的浪潮里头 就发生了 这一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们说在现代的 这个的浪潮 是发生在1975年的1月 为什么 因为1975年的1月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就是改变了 现代历史当中 在1975年的1月 因为他们产生了 第一台的个人电脑 叫做Atari 88 Atari 8800 这一台的电脑 在当时候 大家看到它的时候 是很多的骇客的梦想 因为终于出来了 第一个的个人电脑 这台电脑很便宜 397块 所以当这台电脑 出现的时候 这个挑战就来了 因为如果你已经是在电脑业 就代表你已经是在那边 运用的是那种几百万的 大型的mainframe的电脑 这种的电脑 对大家来讲是说 我们已经投资这么多钱了 那我们不会去碰这个 OK 那另外一种的人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也已经是 刚进入到社会 刚进入到社会的时候 他们已经大学毕业四年 大学毕业四年 就已经有了孩子 在那个年代 有了孩子 有了房子 所以他们也不敢去想象说 我会不会走到这个的基层 去做这个的工作 OK 所以他们也不敢去碰这个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已经工作很久 也不能去碰 因为他们 这个也不敢去换 另外一批的人还在高中 还没有正在准备进大学 他们也错过了 所以他们就研究了 他们就说 是什么种的人 是能够在这一个的时刻 能够赚得到这一波呢 听起来好像 我们在卖股票的感觉 OK 1954年到1955年 好 所以要有证据了 好 证据就是这个 他们就发现 Bill Gates 1955年 OK 10月28号 Paul Allen 1953年 OK Steve Balmer 1956年 Steve Jobs 1955年 Eric Schmidt 他是Novel的 1955年 然后再来的 接下这四个人 全部都是伸扬电脑的 OK 这个是Bill Joy 1954 Scott McKinley 是1955 OK 然后Andy 完全不会念 他的Last Name 1955年 你要注意到 他们全部都是 在一个的时刻 就是在这个的时刻 弟兄姐妹 今天我想要让大家 知道一样的事情 是什么 上帝一直在准备着 一个时代 是要让基督徒们 能够站出来 听得见他的声音 而来改变这个世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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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